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欢子 今天是2022年的12月6号 也是海南宣布 对外省进到海南的人员 不再分类管控的第一天 这里是海南三亚的天涯区 后鸟康阳酒店里边 我们来拍摄 看一下大家在这住的日常活动 是怎么安排的 用一天的时间来记录一下 走 那大家看一下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这样 然后这边呢 有两个叔叔在打台球 然后这边呢 有两个阿姨在打乒乓球 这是大唐的一个活动的设施 活动的情况 在大唐的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书柜 书架 这边呢是看书的 但是上午的话 一般上来讲很少有看书的 这边还有量血压的血压仪是吧 看书使用请务拿走 这个是老发镜 我们看一下都有什么书籍是吧 修寿圣经 幸福的力量 书的种类还挺多 明史演绎 小说 历史类的 文学类的 看看 书品种还是挺多的是吧 这是大唐 那吃完早餐的话 很多叔叔阿姨都到海边去玩了 有的呢是做完核酸之后呢 到海边去溜达一圈 基本上回来的话就是快吃中饭 我们现在到外边去看一下给大家 那个做常态化核酸的一个点是吧 虽然是外省人员进入到海南 不再分类管控 但是常态化核酸检测还是有的 朋友们我们就看一下 酒店大唐的位置出来 到这边呢是一个后大门 看一下朋友们 这边有一个核酸小屋 现在正在排队做核酸啊 这个是保安门岗 走出来 就是做核酸的位置 这边呢有一个公交站 这条路呢是凤凰路 朋友们 昨天晚上呢 也就是12月5号晚上 三亚发布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呢 在10点钟左右发布了说 对外省进入海南的这个游客们 不再进行分类管控 其实欢子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是挺激动的 就是大家终于能够到这边来 避寒过冬了是吧 说实话 我到两三点钟还没睡着觉 太激动了 而且朋友圈呢 这个群里边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太好了是吧 终于能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 特别的晴朗 看看这太阳太漂亮了 朋友们 那这边呢 还有一个游泳池 就是上午晒一晒 上午晒一晒 水 变热了之后呢 可以来游泳的 是吧 这边那是下雪 啊 里边 落了有一些树叶子 这个在中午的时候把它捞出来 整个泳池还是蛮大的 从那边过来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晴了 温度会比较高 然后适合游泳朋友们 我们等下午的时候看看有游泳的给大家拍一下啊 游泳是开放的免费游泳朋友们 来看一下 这是她的大堂门口是吧 上面欢迎的横幅 偷鸟暖潮 欢迎你 是吧 进到这大堂里边 这阿姨们还在打球啊 这边是花园 小区的绿化区 看一下 来朋友们 我现在的位置呢 就是她的园区 在绿化的这个区位里边 在后边呢 有这种凉亭是吧 里边呢 有这个石椅 呃 大家可以坐着休息 聊聊天 整个园区的这个绿化呢 还是非常到位的 呃 那边呢 是酒店的这个大楼区 这边呢 是这种住房 就是小区的住家户 整个这个园区的话是二合一的 但是前边那个泳池的话是仅限于在酒店里边住宿的客人使用 朋友们 对外是不开放的 包括她这个小区里边的居民也是不能使用那个酒店泳池的 看一下时间来到了10点25分 朋友们 这个位置呢 是原来的应该是个喷泉泳池吧 喷泉池 现在呢 没有水了 我刚来的时候 有叔叔阿姨站在这个位置 站了一排是吧 做那个拍手操 现在呢 是还没到开午餐的时间 午餐的时间是11点半开始 朋友们 这个呢 是她酒店的大楼 两边呢 都是客房 中间是连廊 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 来 朋友们 画面一转 到了楼上了 我们看一下远处的大海 哈 海呢 是直线距离 这样无法过去啊 朋友们 然后这个小区的这个环境呢 也尽收眼底 看一下 这是前边刚才拍的那个位置 我们再看一下上边 这是连廊 两边是客房 朋友们 往这边呢 是观山 这个小区的名字叫粤海观山啊 然后往这边也是客房 呃 这边是看山景的 往这个方向呢 是看海景的 朋友们 大家可以搜酒店 看原来这个酒店叫粟海酒店 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啊 这是酒店的客房区啊 朋友们 朋友们 现在11点24分 开饭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呢 有什么 是的 这个是炸的虾呀 然后这边呢是 有这个鱼 干哪儿呢 那儿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个是啥呀 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鱿鱼吗 看着鱿鱼 看着有点像 这个是青菜 青菜 然后这边有一个茄子是吧 炒的茄子 然后这边是 这个香菇鸡 香菇鸡块是吧 那边是茄子是吧 这边有一个青菜豆角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这几个都是素菜是吧 这个是西葫芦 这边有主食啊 馒头花卷米饭 现在呢 打餐大家都排的对 然后转一圈 从这打餐出来之后往那边去 现在呢住的人是挺多的 然后疫情这一块的话影响还是蛮大的 但是从5号的晚上宣布说到这边来不再进行分类管控了 这样的话大家到这边来都比较方便一点 那朋友们现在呢是12点1分 吃饭时间呢大概持续半个小时到四五十分钟吧 有的叔叔阿姨吃饭比较慢 尤其是有一些奶奶吃的会更慢一点 那时间呢基本上在12点半左右都全部吃完毕了 现在呢是在大堂的位置 那根据他酒店公寓的一个安排呢 下午呢会组织大家去有一些活动 也是鼓励大家踊跃参与 有呢喜欢游泳的话可以游泳 在公寓酒店区呢 有这个打球啊 下象棋啊 棋牌啊 还有这个读书看报学习的 还有这个跳舞唱歌的 这不同的这个时间呢有不同的安排 大家根据自己的这种需要需求 我们下午呢也会去拍摄记录一下 那朋友们睡了一觉午休起来是吧 3点08分现在 在园区的位置 我看很多叔叔阿姨都出来拎着包去外边逛街了是吧 有的刚才在那个大堂的位置 有的是出去买那个日用品啥子 订货去了是吧 泳池的话 我听这个大叔说 呃 2点左右的时候有游泳的 这会儿都游完回去了 然后泳池是开放的朋友们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到这儿来游泳啊 我们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房间嘛 他到那种标间房没有了有套房 我们这个视频再给大家看一下去 走 这边呢是一个卧室里边呢是卫生间 就是室内卧室里边配的卫生间过来看一下 大镜子 然后这边一个窗户 哈喽朋友们 这边有衣柜 这个东西 然后外边的这些 他的负责人说这边 就是大家如果是住这儿 过春节期间过来住的话 这些全部可以换成床位 就是 你在这儿住 还有这边这个床 这种套房 所有的这个价格都是寒餐的 套房的话 自己一个人住一个房间 这个是得四千多块钱吧 将近五千块钱 我上次是跟他聊的这样 就具体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 自己问问 那边还有一个阳台 这边有一个阳台 这就是 屋里边的情况 朋友们 我们下去看看大家都从事什么活动呢 唱歌的 朋友们 听到这个歌声嘹亮啊 副一楼的功能区 我们来看一下 哎呦 唱的好 歌声嘹亮 这是联欢会似的 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个场地 唱的好听 我都被歌声吸引来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朋友们 时间呢 来到了下午的三点五十三分呢 说今天 餐厅这边呢 正在包包子 我们过来看一下 这是大家一块来参与的 是吧 包包子 包好了是吧 没有 那个面 都在线上包的面已经包完了 现在就剩那个啥子了 等着又重新整个面 这包包 再醒一醒的 嗯 我前两天在家自己 蒸的花卷 没学会怎么怎么卷 这个包子 我看包子是挺挺到位 这个蒸面食面点啊朋友们 是一个手法 也是一个技术活的 晚上是吃包子了 朋友们大家最关注关心的说海南放开了之后呢 到这边来 具体是采取的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呢 欢再跟大家去说一下 据省里发的这个通知说 大家是进入到海南岛之后呢 在各关口是吧 比如火车站啊 汽车站啊 还有这个港口啊 飞机场啊 呃 这些地方 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 额核酸采集 自愿检测 想要检测的话去检测 然后 检完就可以离开 就是遵循自愿检测 即检即走 然后检测完直接可以离开 现在呢是不用管控不用隔离了朋友们 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到这边来了是吧 但是呢 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朋友们 这个不用监管了 但是呢 大家自己的责任都重大了是吧 大家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 欢迎大家到海南来 朋友们 时间来到了5点17分 现在是开晚餐的时间 今天吃包子 我们来看一下 蒸的包子 这有荤馅有素馅应该是 有素馅有肉馅 这边是素的吧 看着有韭菜的 这样是素的 那边是肉馅的 荤素搭配是吧 然后我们往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 然后凉菜萝卜丝那边是粥 不要急啊 排队打快一些 晚餐朋友们 平时其他的时候晚餐是做的炒菜 馒头米饭这些 有时候吃面条是吧 有时候包饺子 大家排队打餐的一个情况啊 朋友们 5点半开晚餐 那朋友们 欢测到这个视频呢 基本上是从上午吃过早餐的时间 到下午吃晚餐 这段时间呢 给大家来用第一视角的这种形式 拍了一下 在公寓的一个活动安排 包括餐饮还有房间 它的这个标准房间呢 现在没有房了 朋友们就剩套房了 套房的话呢 一个套房住个三四个人 还是可以的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打他电话咨询一下 那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朋友们 我是欢子 只讲实话的 吕波自媒体 朋友们 没有关注的 点阳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